大家好 这个观煞年 就是人鬼水 今年人人明年鬼卯 对于丙丁火命的人来说 就是观煞年 听到观煞 这个就是整个八字六神里边 对我们有打击的 有克制的 这个一字两面 一山两面 一个观 你身足够强 这个有观 是观跪 你身弱或者是 不管你身强身弱 到观煞年 都是压力 冲突 冲刻 甚至于病灾多发的一年 在我们现在讲的这些 观煞呀 食伤啊 不光是流年 这个流月里边的事项 你要是行大运的话呢 你也可以参考 我说的这些表现 这些表现呢 现在是从人的心性 实际上 人的命运的构成 更多的是 人的心性的这个形成 这个过去说 性格决定命运 实际上呢 是心性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有行为呢 就有结果 在行为之前呢 你还有一个选择啊 为什么说选择很重要 你是怎样的心性啊 你就有自然的 不自然的啊 驱使你做出这个选择来啊 遇到观煞年啊 丙灵火天干啊 这个直接受到啊 观煞的这个冲刻啊 对于地支上边啊 今年的银木跟明年的卯木呢 这个观煞就是物极土 就是观煞啊 比如说物极土命的人呢 在心性上边啊 内心里边啊 外在是天干啊 地支是内心 地支是不为人知的 地支是关起门来啊 这个黑着灯啊 你和你的家人啊 内部啊 发生的这些事情 就要参考 所以现在一个流年的行程 是由天干地支啊 这个今明两年 天干人归水地支 尹某木啊 这个当遇到观星的时候 我们特别要注意啊 你的八字里边 有没有印星的保护 印星的保护对于丙灵火是什么呢 就是甲乙木啊 我说学八字啊 很简单 简单到那哪啊 简单到你把这个五行啊 甲乙木 丙灵火弄清楚了 谁生谁 谁克谁 就可以了啊 这个八字上 丙灵火的人 如果天干上 有甲乙木的护卫 这样就形成了观印相生 人归水生甲乙木 甲乙木生丙灵火啊 这样呢 这个八字呢 就说遇观星的流年啊 大运 你在啊 好的方面就有啊 这个什么了 这个工作呀 官柜呀 贵人呐 印星呐 这个老板呐啊 这些都是好的 遇到好的人 所以说呢 观印相生啊 这个不懂八字的人 光是说一个这个官少年 就说你犯小人啊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贵人到来 就是有印星 就形成观印相生 经常有人问啊 直播当中有人问啊 我什么时候能够升官啊 这个事业上边 什么时候有发展 我们想要问说 你是给人家打工的呢 还是你自己单独的当老板 你要是给人家打工的 那升职升官 那当然了啊 就是观印相生 到来 事业上面呢 有发展啊 你做生意的人 走观印呢 也有好的发展啊 过去我是做啊 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生意啊 我到今年啊 开始做这个政府机关了 我做了这个大机构的啊 生意了啊 我跟谷歌一起做生意啊 我跟亚马逊啊 我给亚马逊什么 哪儿啊 这个运输啊 供货呀 服务于他的 这也是观印年导致的事业发展啊 在生活习性上边 这个我们做事情呢 遇到观夏年呢 就比较啊 容易有正统的 遵守法律的 按部就班的 甚至于说 我们集中这个意念啊 注意力很直接的 甚至于我们也回避了啊 笔节啊 笔节星的干扰 因为观夏可以致笔节啊 又使得我们什么呢 又使得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生活上面 比较有规律啊 比较节育啊 这个睡眠啊 比较充足啊 饮食啊 营养啊 都比较好啊 在瞎上啊 在这样的年里边呢 观夏呢 一直住了笔节 又使得什么呢 又使得说 你减少了外部的啊 人上面的这个交集啊 聚会啊 没用的那些啊 在一起吃吃喝喝啊 这些事情 更专注于啊 做工作啊 这个事情 在观夏年里边呢 如果说要是住宅 好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这个啊 财啊 观印 连续相生 你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住宅上面呢 也比较好 比较稳定 但是一般在观夏年里边 更多的时候呢 是在什么呢 城市啊 这个人 比较多啊 这个上班 你工作上边啊 比较这个近啊 就有这方面的情况啊 在观星 印星的年里边啊 同时我们特别有利于学习啊 你感觉你的这个心思啊 很细密啊 你这个学数学的时候吧 怎么脑子里边就这个逻辑上面 很多东西啊 就疏通了啊 这个思考力啊 这个加强了 在观夏年里边啊 无论是学习啊 考试啊 你发现你有一股子斗志啊 你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啊 你甚至于说这个 十四岁开始走观夏年啊 上中学 你就老想着说啊 我考第一啊 我这次学习成绩 我一定要名列前茅啊 这是观夏年呢 对人的意志力 激发出来了人的斗志啊 人的这个意志啊 就非常强啊 所以观 嗯 夏 印啊 这些都是有利于学习的 尤其是对于青少年阶段啊 嗯 嗯